香酥雞由鍋裡翻滾跳動 台中一中商圈 這潭香酥雞 最近引起注意 不是因為食物 也不是因為價格 而是這個 攤位前紅布條 狗大的白字 寫著優惠中 你還嫌貴 注定窮一輩子 網友直呼 老闆好兇 難道是情勒 是行銷嗎 我為什麼會變大 不想 想到啊 看不去的吧 不止一觸 下面還有牌子 寫著不努力工作 又重複 你就窮一輩子吧 我全部重複關 他還吃完 太超過了 沒有分眾到人的感覺 我會因為他是廣告詞 然後覺得蠻酷的 就還蠻嚇的 情勒是營銷民眾反映兩極 對此老闆大方回應 人家你拚我們 我們也拚人家 有人感覺不好負貧 負貧 我也沒辦法 同樣是在一宗商圈 這個三坪大的攤位 一個月要租17萬多元 也讓網友驚呆 我們這兩坪應該都差不多 三坪市長再繼續測 三坪的攤位 這月要價就要17.6萬 等於一坪大約要6萬 就真的在這邊做沒有那麼好做 你要看有的地點 有的看你的收入怎麼樣 附近的攤商說 這價位不算高 但如果是以雞排店來租 每個月要賣出3520片 每天要賣117片才能打平 壓力不算小 就看租客是否能夠承受 接著韓志欣王軍點贊景 全台中採訪報導